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 明昂柯南TV版的123集,海外生命版的130集 天气预报,小姐绑架事件 这天突下大雨,在附近游玩的少年侦探团 来到毛利侦探事务所多余 毛利外出工作,坐机里面有一则电话留言 即便柯南明确提示不要乱碰 但叛逆的元太还是按下了播放键 留言来自于一位名叫前野雅记的女士 趁有及时要与毛利交谈 少年侦探团对此人很是熟悉 本地知名度颇高的日卖电视台的两档节目 天气播报栏目和新闻城市栏目 都是由他主持 不美更是他的忠实粉丝 近距离追不追星不重要 重要的是想帮毛利解决事件 本着这一原则 少年侦探团决定 以毛利的名义去电视台开展调查 来到电视台 得知少年侦探团的来意后 雅记也不生气 而是耐心的接待少年侦探团 然而这一温馨的一幕 却被路过的女同事借机嘲讽 阴阳怪气的询问他 是不是又要去主持儿童节目了 这刻薄的语气和夸张的美甲 引得少年侦探团一阵反感 原来阴阳怪气的女同事名叫金九茂 是新闻城市栏目的上一任播音员 半年前换成了现任前野雅记 至于他的电话留言 雅记只是称 他找毛利并非是有案子 只是单纯的想邀请 名侦探毛利上他的节目 一个天气播报的主持人 邀请毛利上节目 来让他播报他这股妖风 接下来一个月去哪里流窜作案吗 柯南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此时寻呼机的BB声打断了他的思考 是小兰打给他的 原来是柯南经常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 小兰为了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特意让他戴在身上一遍随时联系的 这个新奇的小玩意儿 瞬间让布美和元太联想到了光燕之前的手机 光燕解释称 那只是一个接触器 而且还被某人因为正义 一脚踢成了组装之前的模样了 至于具体是怎么个事 之前的剧集有详细解说过 小伙伴们可以点右上角的一个小标志重温一下 雅记记下了柯南寻呼机的号码 以便有失联系 他还回忆起自己也曾有一款类似的寻呼机 可以专门显示数字 他还会把数字与英文字母结合 形成特定的加密讯息 至于428为什么是色骨 各取第一个假名 把2的这个卓音化就可以得到 也就是色骨 可能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我这里举一个来自两年前的456梗作为例子 2021年10月份 网络当中流传的孟美琪和陈令涛的聊天记录当中 双方聊天中包含大量的456 其中1234567的图法为 Doraimi发搜拉西 456连起来也就是 发搜拉 谐音为发骚了的意思 上面的428硬射为色骨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谐音梗 保存完柯南的BB机号码 雅记本想带领少年侦探团去参观摄影棚 正准备动身时 突然接到了一个工作上的电话 只能让路过的男同事代劳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 雅记迟迟迟没有出现 男同事只好去找来金酒帽代办播报今天的新闻 从两人的闲聊中少年侦探团得知 雅记收到了恐吓信 作为同事的金酒帽不仅不担心 反倒是落井下石 种种反常的行为令柯南眉头紧锁 由于金酒帽不喜欢小孩 柯南一行待在摄影棚会影响特特发挥 不得已 男同事只能将柯南一行请到了休息室 在这里 柯南向男同事了解到了 更多雅记恐吓信的细节 自从报道政治家堵职事件后 雅记就开始收到恐吓信件和电话 今天雅记也收到了恐吓信 威胁他如果再上新闻城市栏目 就杀了他 或许雅记找毛利的真正目的是处理恐吓信事件 元坛和光燕一致认为 雅记姐姐在离开前 接到的电话是恐吓电话 所以灰溜溜的跑路了 但柯南回忆起一个细节 雅记在接电话时 流露出来的神情语气说是害怕 不如说是兴奋 好像是接到了一个特别报道 如此说来 那通电话不可能是恐吓电话 反而更像是引诱雅记出去的陷阱 就在这时 柯南的寻呼机收到了讯息 是一串电话号码 知道这个寻呼机号码的 只有小兰和雅记 这不是熟悉的毛利事务所的号码 因此应该是雅记发的讯息 柯南按照号码回电话 却发现雅记不在家 只有大陆基提前设置好的留言提醒 真恶就奇怪了 他明明有手机 既然不在家 为什么要留自己家的电话 这一奇怪的操作差点把光源的CPU干烧了 这时 柯南又收到一条讯息 屏幕上赫然写着三个数字 110 雅记现在将自家的座机发给柯南 通过之前设置好的答录音 让柯南得知他的身份 因为在雅记的视角看来 他并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柯南的BBC号码 然后再发送110 暗示柯南报警 结合这两条信息 柯南推测 雅记小姐应该遇到了麻烦 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无法打电话 只能通过寻呼机向柯南一行求助 大概率是遭遇了绑架 此时 寻呼机又收到了新的讯息 9109 这是雅记家电话号码的区号 仅凭一个座机号码 一个110 一个区号码 这三串毫无逻辑的数字 即便报警 警方也只会认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根本不会受理 因此上间站的团决定 由他们亲手救出雅记姐姐 虽然斗志满满 但奈何线索有限 柯南他们只能继续在休息室 等待雅记发送新的讯息 时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晚上7点20分 柯南他们终于再次收到了雅记的讯息 2003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 柯南都会收到新的讯息 柯南将收到讯息的时间和讯息内容 一一对应写在白板上 琢磨了半天仍然毫无头绪 这时 电视上播报了《独职政治家》的后续报道 目前已经查明 《政政家》玩滚先生与大九宝先生 和多起贿赂案件都有非常大的联系 光焰灵光一闪 明白了讯息的含义 而2003和5656则代表接受贿赂的银行账号 由此推测 雅记被关在顽谷家里 而顽谷家离这里只有一站地铁的距离 说走就走 少年战争团立即出发 解救雅记 虽然电视台那边雷雨强加 但顽谷家这边确实阴天 元太冲动之下 打算直接顺着电线杆子爬上墙头 奈何保安也不是吃素的 带着三条恶犬就冲了出来 三小只直接头也不回地跑了 留下元太在电线杆子上凌乱 诚恳认错之后 保安放过了元太 四人躲进了附近的便利店里 此时柯南接到了新的讯息 原来是小兰的讯息 由于柯南很晚还没回家 小兰把柯南臭骂一顿 此时柯南那边雷声大作 但毛利侦探事务所这边却是耗跃当空 柯南心目在焉地翻看之前的讯息 突然灵光乍现 看着电视上播报的天气预报 柯南突然明白了数字的含义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熊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在回电视台的地铁上 面对三个小伙伴的真诚发问 柯南解释说 把数字2003立起来看 变像是英文moon 也就是月亮 雅基应该是想提醒他们去看月亮 而这条讯息是在7.20分发出的 此时月亮在东南方向 但顽谷家的东南方向有一座大楼 挡住了月亮 由此推断 雅基不在顽谷家里 而是被关在一个能看见月亮的地方 但光凭这一讯息 覆盖的范围也很大 好在雅基聪明地用数字表示天气 每隔一段时间就用寻呼机发送当时的天气变化 零可以看作气象学符号中的一个圆圈 表示音转情的意思 零零可以看作两个圆圈 表示音转情的意思 零九六可以看作两个圆圈都涂黑 也就是雨天的意思 而五六五六则代表打雷的声音 因此 他们只需要查询过去一段时间 各地区的天气情况 就可以确定雅基所在的大体位置了 负责天气预报的电视台工作人员 将时间慢于符合天气情况的地区一一对比 确认之后 定位的地点正是以电视台为中心 半径一公里的范围内 此时柯南收到了新的讯息 零一零九 元太大胆推测 零一零九指的是大碗的鲜鱼便当 雅基小姐一定是说她饿了 虽然元太的推理不靠谱 柯南却从中得到灵感 知道了雅基的位置 零一零九可以分为零十九 这几个数字用日语读出来 正是大道具 由此推断 雅基被关在大型道具仓库里 那么 这应该是电视台内部人员作案 而雅基刚刚发出的讯息 也已经告诉柯南犯人是谁了 另一边 大型道具仓库里 雅基被黑影军要晕过去 幸好柯南一行人及时赶到 柯南直接了当地拆穿了黑影军的把戏 黑影军打电话把雅基叫出去 再用药物让他昏睡过去 把他藏在大型道具仓库里 让大家以为雅基是因为恐吓信而不敢去播报新闻 而犯人的目的 就是把雅基赶出新闻城市栏目 信号雅基足够聪明 将窗户外天气的变化通过寻魂机发给柯南 这些讯息中 让柯南百思不得其解的 便是这条9109 这串数字 是在收到110报警讯息之后收到的 并且这条讯息并不是用来指示雅基自身位置的 那就只能用来表示犯人的名字了 根据刚刚袁太的提醒 9109可以拆分成 9109 如果全都换成汉字以后念的话 面对逐渐疯魔的金酒帽柯南告诉他 以上就是明汉柯南天气预报小姐绑架事件的全部内容了 也是符号推理中较为精彩的一集 谐音梗暗号十分常见 当然把数字和气象符号结合成暗号的形式 不得不说是一个巧妙的构思 以及本集中还包含了一些中年危机的思考 就我个人而言 本集制作组的大道理我不太认同 人不可能永远年轻 机体不可能永远强壮 大脑也不可能永远灵活 总会有更年轻 更强壮 更灵活的人 对你的工作岗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到那时你会希望自己像一个零件一样 被企业无情的更换抛弃掉吗 不过换言之 如果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此 那企业也必然会缺乏创新和竞争 最终走向倒闭的命运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